那么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本集课呢,咱们继续Android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我呢,是今天的讲师Clark 那么咱们来回顾一下上集课讲解的内容 上集课呢,我们是把首页面的一些列表显示 按照分类一些效果给大家拿出来了 并且咱们到最后呢,有一个全部 那么在全部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使用一种ListView的形式 来呈现我们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这些分类的后面呢,其实都有针对 本种类别的一些分类条目总数的一种显示 那么我们在上集课的时候呢,给大家说 咱们的分类条目放到本节课当中来进行讲解 那么本节课呢,咱们就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OK,那么咱们在处理之前,先带着大家来分析一下 您比如,既然我们这些数据呢,是实时的从我们服务器端进行获取的 那么它提供出来的这些数据,其实也是从我们数据库当中进行查询而找到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库当中 我们要查询的这一系列信息是我们哪个表来对应的 那么OK,我打开了咱们大众点评的数据库 这个里面呢,咱们之前讲过了一下这个City表 City表里面放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城市信息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表名字叫做Category 而这个Category呢,咱们来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ategory其实就是一些分类信息 那么这个表当中有哪些字段呢 首先是一个CategoryID,还有CategoryName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分类的ID和分类的名称 那么这里面由1到14分别对应了我们不同的类别 好,除了这个类别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商品 Project这一表当中 除了有我们主要字段ProjectID 当然还有一个字段叫做CategoryID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种商品 它其实都有对应的一种类别 那么这些类别呢 就是从我们CategoryID当中进行找寻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实现 根据不同类别来显示不同类别当中的一些条目信息的时候 在我们数据库当中肯定是有一个分类的一个表 还有一个针对我们商品里面对我们分类的一个ID做一种关联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分类信息 除了我们数据库当中出现的一些字段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多含了一项叫做全部分类 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些类别的总体统计 对吧 而在我们数据库当中是没有一个Category为全部分类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单独处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服务器当中怎么进行定义的 好,来到我们服务器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Category 这个倒包里面我其实定义了两个方法 在这个接口当中定义了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类色集合 里面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分类Category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Category的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就是根据我们数据库当中的一些字段 封装了他们的一些信息 我有ID还有CategoryNumber 就是对应的我们的一个数字 你的分类根据它的类别具体有多少条条目 首先CategoryID是咱们的一个分类ID 同样的CategoryNumber是具体类别的数量 那么我们定义出来这个类之后 我们分别查到的这些分类 把它放进一个List的集合当中 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获取每一种类别的商品的总数 那么我们除了有GetCategoryList的这个方法之外 我还定义一个 返回值位浪类型的叫做GetCategoryTotal 那么大家顾名思义Total就是一个总数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其实是获取总数的 为什么我们要单独定义这个方法呢 是由于咱们全部分类 在我们数据库当中是没有这种类别的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获取全部分类的总个数 那我们专门定义一个方法来进行处理 那除了这个CategoryTotal之外 我们对这个DAO也进行了一个实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实现里面我们有哪些数据 首先跟咱们之前处理程式信息一样 我们也需要建立连接 拿到它的一个statement 最后获取查询出来的一个结果记忆 好 我们同样先定义一个存储的list集合 用于存储 那么在这里面建立了连接 并且从连接当中获取到咱们的statement 最后开始进行查询 那么这个查询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你拿到的到底是哪些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条Category去 selectCategoryID 我们查一下分类的ID 我做了一个组函数Count 就是查询下我们这个ID 在当前的project表当中 到底有多少条数据 ok 查询出来的这个总数 咱们定义了一个别名叫做number 从我们project这个表当中进行查询 分组根据我们的CategoryID进行分组 并且根据CategoryID进行排序 好 我们这时候拿到的就是一个resetSite 拿到的我们的一个CategoryID 以及它的一个总数 大家咱们可以把这条Category去复制一下 那么来到我们的Navicate for my circle当中 我们创建查询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查询出来的这些类别字段里面 有346789101314 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CategoryID 那么对应它们的总数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有一二这些类别 肯定没有进行数据查询到 对吧 因为在我们数据库当中 有些类别是没有条目的 那同样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上面多了一个浪纸 空纸 那么这一条数据呢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它 进行我们整体数据 也就是我们全部分类的一个显示呢 好 既然能给我们提供出来这些数据 我们就要把这些数据给它全部提供数据 那么我们服务器端的项目就便利了我们 ResultSight的结果集 分别放进了我们定义好的这个 ArrayList的集合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存储结构 我们便利了 ResultSight的结果集 把它存成一个一个的Category 并且把这个Category放进我们的一个List的集合当中 OK 这样的话 这个方法返回的就应该有数据了 对吧 好 同样 这个方法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获取总数 而这个总数我们怎么进行查询呢 是我们执行了另外一条Category 做了一个组函数 直接CountCategoryID 查询我们CategoryID的一个总数 BrowmanProject表当中 并且没有VR子具 这样的话我们拿到的就是一条总条数 同样也是便利这个ResultSight的结果集 那么有了这个结果集之后 我们给它提供出去 这样一个Lang类型的值就已经拿到了 那么这一些接口都实现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ServerLite给它提供出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ServerLite当中 怎么进行编写的 在我们这个ServerLite当中 现在呢还没有对它进行数据的提供 只是把它的一个结构拿到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首先拿到Category DAO的一个实现层 对吧 所以我们来拿一下Category 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那么拿到了这个实现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DAO Implement 用它的一个方法 咱们这个方法就是直接 getCategoryList 拿到我们整体查询到的一个List集合 那么我们把它来进行一下存储 这个返回值是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的是咱们的一个Category对象 OK 那么这是我们那个存储结构 有了这个存储结构之后 我们来查询一下总数 你比如Long类型的Total 我们就等于 DAO Implement 直接调用我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getCategoryTotal 拿到了这个总数之后 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Category 查询出来的结果里面 第一行多了一个空值 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到 第一行的一些数据 在我们服务器端来进行一下处理 你比如我们定一个CategoryFirst 这个First呢 就从我们List点get 从零位置上进行 获取第一条数据 有了咱们的一个第一条数据 我们把这个First进行一下处理 你比如我们First点 CataCategoryID 首先我们拿到它的一个ID值 这个ID值呢 里面放的是个死均类型 那么我们就用1加上一个空字不串 同样我们定义这个First 第二用CataCategoryNumber 拿到它的一个总数 这个总数呢 我们使用整体的一个Total进行添加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第一个空值 进行一个处理 对空值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让它返回的 其实是一个Response object的对象 所以我把这个Response object的对象呢 进行声明 那么我们把这个对象先定义为空 首先呢我们来进行 if类型的判断 如果我们的List 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 并且当我们List集合的Size 有大小 也就是大于0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处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拿到 ResultSet 对它进行复值 那么这个复值呢 就直接拿我们 New一个Response object 里面放进去我们的一些元素 你比如状态值 大家还记得 1是一个正常状态 另外的object这个datas呢 我们就直接存放我们的一个List集合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ResultSet 同样 else呢 就相当于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呢 我们也要给它进行一下定义 来 我们定义一下 状态值呢 我们定义为0 同样 这一条数据呢 我们给它来一个 没有分类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拿到了我们的一个 Response object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将这个Response object 进行提供数据 那么我们 调用println的方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 定义一条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通过我们 JsonBuilder 对象调用它的一个create方法 同样 调用一个tojson方法 这样就可以将一个结果集进行转化 那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result site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据给它提供出去 那这是我们服务器端的一个项目 那服务器端的一个项目 写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客户端当中进行一下编写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 all category activity来进行适配的 并且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适配 但是在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种适配就不能进行使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访问服务器 访问服务器进行数据的获取 然后才能进行适配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耗时的操作 那么针对耗时的操作 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 使用一波任务获取信息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定义一个一波任务 public class 咱们就叫做category data task 让它extends咱们的ascent task 好 我们来定义一下 result set的结果集呢 我们也对它定义成viewID 那么我们后续可以进行一下更改 拿到它的一个数据 这里面要直接实现里面的doing background 那么在这个doing background里面 我们同样也要执行本地客户端 执行请求信息 所以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拿到一个htpclient 那我们使用post 那我们使用post请求 里面我们定义好了一个叫做category data url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url 指名的是一个什么信息 我们是使用了一个host的地址 同样里面有一个api和category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拼接一下自布上 咱们来看一下信息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我把地址呢给大家复制一下 咱们跟上category OK 我的服务器呢已经给大家开启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 服务器是一个开启状态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已经获取了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也可以使用jsonchart 进行处理 那么我们既然能拿到jsonchart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对jsonchart 进行一下处理即可 OK 接下来我们有这个请求信息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client端 客户端 要用它的execute方法 执行我们的一个post请求 这样的话 它拿到的是一个htpresponse 一个响应信息对象 我们就把它叫做想信息 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try catch处理 那么这些信息呢 其实对咱们之前的处理程式信息的一些写法呢 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这个程式信息拿到之后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拿到正确的返回值信息 那所以我们来进行一下判断 if response 获取它的一个正确的返回信息 也就是拿到它的一个状态码 getStatueLine getStatueCode 如果等于200 表示接收正常并且正常返回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定义一个Stream类型的 JsonStream 我们就使用Response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getNTT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交互的NTT实例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NTT实例呢 使用NTT Utools 调用它的一个toStream方法进行转换 OK 拿到了这个Stream类型之后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更新数据 更新数据的内容 但是呢 这个更新数据的内容 牵扯到将咱们的一个Stream类型转换一下 所以我们给它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叫做 PathCategoryDataJson OK 里面传上我们的一个JsonTron 你比如我们就是拿的这个 JsonStream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定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咱们就把它叫做解析数据信息 那么这个解析数据信息 其实就是拿咱们的一个JsonTron 进行一下解析 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下 OK 那么定义这个方法 里面需要传上我们的一个Stream类型的一个JsonTron 好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编写 那么我们在之前 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进行处理的是使用GOSN对象 对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的已经使用了GOSN 将我们的一个JsonTron 转化成一个ResponseObject的对象 这个在我们进行程式处理的时候 也给大家写过 并且呢 我们使用这个Response对象呢 就是可以直接拿到一个例子的集合 里面放着我们Category 这样的一个集合对象 那么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集合对象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进行一下便利 并且把它复制给一个新的数据员 即可 对吧 那么我们拿到这一系列的数据 需要做的就是取出里面对应的Category 里面的ID以及它的一个Number值 然后将我们的Number填充在我们最右侧 进行显示即可 那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进行处理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便利集合对象 那我们使用forEach循环 来便利我们的一个Datas即可 拿到里面的一个Category对象 那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下取出 你比如我们getCategoryID 但是这个ID值是一个Stream类型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个Stream类型 转化成一个Int类型 因为ID都是一个Int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position 进行一下复制吧 我们使用intender.pathInt 将我们拿到的CategoryID进行一下复制 那复制给我们的position变量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我们后续做的一个准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适配器进行适配的时候 getView方法是进行数据渲染的 我们在对这个convertView里面的空件 进行复制的时候 其实借助的是一个工具类叫做MyEtooth 那么这里面我们将数据源都已经定义 成一个一个的数据对象 你比如我们将显示的文字 定义成一个AllCategoryID的一个自创数组 将显示的一些图片 定义成一个Int类型的数组 AllCategoryID match 那么同样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数字 分类条目的种数 是不是也可以定义成一个数组呢 同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定义一下 你比如我定义一个public static Long类型的数组 咱们叫做AllCategoryNumber 好 这个数组的长度呢 我们定义多大呢 有的人说要跟AllCategory 它俩一一对应 也就是拿它的一个Lens 那这样一个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我给大家多加一个5 咱们定义的稍微大些 那么定义的这个大一些 其实跟我们数据库有关系 你比如我们数据库当中 其实有这么多条目 而我们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并不需要全部进行显示 有可能我只写是一部分 但是呢我们这个 AllCategory插询的时候呢 有可能插询的多一些 所以尽量给大家定义的稍微大一些 OK 那么有了这个数组 我们其实是不是将我们 拿到的这个Lens的集合的 里面的一个一个Category的ID 对应我们数组的下坐标 然后将里面的CategoryNumber 复制给我们下坐标 所对应存储的一些值即可 对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 就直接 将集合中的CategoryID 定义成数组的下标 CategoryNumber 定义数组存储的值 OK 那么这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数组下坐标 其实是从0开始的 但是我们这个Position 也就是从Category的 取出来的CategoryID 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数据库 它是从1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处理的时候 其实也要做一个小小的操作 你比如MyUteos的 AllCategoryNumber 我们拿它的一个下坐标呢 就使用Position-1来进行处理 咱们就可以直接使用Category的 GetNumber 这样的话就做到了一一对应 好 我们的ParseCategory Jensen已经做完了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的EV任务的 耗时操作已经处理完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将这个耗时操作进行一下提交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 需要执行一个onPost Execute方法 那么提交的EV任务 要干嘛呢? 其实就是为了适配显示 因为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的UI线程进行处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来创建MyAdapter对象 然后使用我们CategoryList 这个ListView 要用它的SightAdapter 将我们的Adapter 存放进去即可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编码操作 并且呢 我们需要在最下面 GetView方法当中 因为我们之前复制的是 两个空架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把第三个空架 给它加上去 这第三个空架 写起来也比较简单 比如我们使用 MyHolder.testNumber 要用它的SightAdTest 在这里面 我们就使用MyAdapter AllCategoryNumber 从Position位置当中 进行一下取出 并且呢 我们要把这个值 转化成一个 字不上类型 我们添加一个空的自不串 如果你不使用自不串 的话 它直接会调用我们 SightTest的另外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会调用Intl类型的ResourceID 去我们资源文件当中进行寻找 OK 那么代码咱们写到这儿呢 就可以给大家 运行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项目 我们运行在Genemotion上面 OK 那么运行起来 我们点击分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分类的数据已经拿到了 总分类条数是11544 今日讯单为0 那么其他的分类信息已经拿到了 这是我们从服务器当中 获取的信息 而服务器又是从咱们数据当中进行获取的 咱们来对比一下 我们执行一下查询语据 首先我们看一下 查询全部数据 那我们创建一个查询 执行 那拿到的一个结果呢 大家来看一下 11544 正好就是我们在页面当中 查询的总条数 下面那些条目呢 其实也是正确的 OK 那么这是我们本集课当中 给大家进行讲解的一些内容 好 本集课当中咱们实现了我们分类信息的条目 从数据当中进行一下获取 需要大家注意的 也就是使用我们一部任务 开启网络来访问服务器 服务器呢 从我们数据当中取出来 进行分类显示 OK 本集课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